OK, 長毛突藥, 窩居看樓團 不要看這個實用面積只有302呎的單位 現在這麼有空間 單位未裝修前, 其實是這樣 究竟設計師做了什麼大改動呢? 原本廚房是在現在的電視機位置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把廚房搬出廳 做一個Open Kitchen 令到它本身很窄的空間 因為只有7呎的空間 就變成現在有11呎的空間 加了一個電視機架 亦可以將電視機移動出來 亦可以善用它本身的櫃裡面的空間 去做一個儲物的用途 廚房現在搬到更大門入口 變了開放式廚房 感覺很闊落 廚房方面, 屋主也有跟我說過兩個要求 第一就是不想要金屬 第二就是要易清潔 所以最後我們都採用了一個底油玻璃的物料 去做廚房的牆身 出來的效果, 屋主也很滿意 洗手間改用外堂門 就可以用進入口位置的空間 睡房的床 偷用了窗台的位置 因此就可以讓衣櫃佔用更大的位置 近入口位都設置了多個儲物用的地台 可以放到大量家居集物 再加 看完影片是否想立即裝修房子呢? 有家財務業主私人貸款 無論你是私樓、居屋、甲屋、堂樓 還是村屋的業主都可以申請 還不快點來美妝你的專家屋?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